接下來是一些小東西 第一個叫雨期 就是畫了兩張圖 一個是台北 一個台南的雨量分布圖 然後就看了出來 一個共同的狀況叫做 我們的主要降雨就是什麼呢 五六月的美雨 七八九的颱風 這一題你們社會科的學測考過 就問他就畫兩個圈圈 問你說是什麼雨 五六月叫做美雨 七八九叫颱風 所以我們的主要的雨水來源 降雨期是一樣的 五六月美雨 七八九颱風 這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共同的是這樣 可是你看到別的月份 從十月到第二年的四月 你會發現 我們台北的雨勢還很多 因為我們前面交過 我們吹東北季風 受地形台勢的關係 所以我們增然多雨 可是這個東北季風吹不到南部 所以南部就會乾旱 你看到南部就幾乎沒有什麼雨量 所以就是差別就在這裡 所以考試人家就畫一張圖 畫完以後就問你 這個是北部還是南部 怎麼看 看冬天雨水 冬天有雨水的是北部 冬天沒有什麼雨水的是南部 然後中間那個五六七八九叫做主要降雨 五六月叫做美雨 七八九叫做颱風 颱風 好就是這樣子造成的 第一 春雨 春雨 台灣的春天講起來應該是 呃 三月四月五月 大陸大概是二月三月四月 他們三四五 春末夏初嘛 好五月 但是有人把二月也升進去 會沒意見 沒意見 就是叫做春雨 春雨不穩定 天氣變化 春雨不穩定 你如果這邊叫寫上春雨貴如油 那什麼意思 春雨很少嘛 可是貴如油嘛 可是有時候春雨會很多 有時候很多 它不穩定 所以有句俗話 這個台語跟國語都有 這台語跟國語都有 春風後面 就是它翻臉跟翻書一樣變得很快 可是因為講這句話 有歧視後門的嫌疑 比如說那個後門的臉色變太快 那個性情不穩定啊 所以現在就把它就修講說 春天海人 春天像小孩子一樣 小孩子會這樣一樣子哭 一樣子笑對不對 笑的時候很誇張 哭的時候很淒慘 可是前一秒還會把你使用 春天海人面一日變三遍 就是告訴你在春天天氣不穩定的意思 不穩定 可能雨水很多 可能雨水很少 然後就有所謂的結構性鋼胖問題 什麼叫做結構性呢 就是因為我是這樣 所以我鬧旱災 我們的南部雨量就是五六七八九 其他幾乎都沒有雨水 因此南部很容易 就氣象學上來講 它很容易有旱災 如果哪一年碰到乾梅、空梅、梅里不蘭 又遇到了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颱風通通過門而不入 那南部就湊起來了 它一定會缺水 一定會缺水 我們去年的年頭 不是一直在喊缺水嗎 要限水嗎 還記得嗎 對不對 原先開始跟一樣 我們沒有雨水 沒有下 但是會不會缺水 還會跟你的用水量有什麼關係啦 用水量大概就容易會缺水 這是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氣象條件看 南部就是容易鬧旱災 因為它就是 除了五六七八九 幾乎都沒有什麼雨水 叫做結構性的乾旱問題 這個是簡單小事情 就是看一下 看一下 那剛才那個台北跟台南的雨量分布 是喜歡問的問題 誰是在北部 誰是在南部 還有你的主要雨者是來自哪裡 梅雨跟台風 這是比較喜歡問的問題 OK 可以嗎 可以